苗栗县政府为了兴建新竹科学园区竹南基地 强制征收大浦地区的农地 但是当地有部分农民坚持不愿离开 多次发起抗争行动 今天他们再度北上 到行政院和总统府陈勤 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出面 抱住他们的田地和家园 声嘶力竭喊着口号 农民不知道要喊多大声 才能让行政院官员听到 苗栗县政府强制征收土地 要盖新竹科学园区竹南基地 他们的家园快不保 两天前 县政府没有事先通知 开怪手直接把块收成的稻子连根铲除 不知如何是好的他们 只剩绝望的眼泪 你知道我们作为当事有多痛吗 我真的跟旧媒体里面帮帮我们 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沟通 没有协调 农民上礼拜三已经前往总统府 陈勤要求羊介入 只是没等到具体回应 苗栗县政府继续征收作业 一想到家里的农田和房子都要被拿走 农民还而只能再次寄望中央 一行人在转往总统府前 一片绿油油的农田变成光秃秃的沙地 农民从没想到辛苦呵护的土地 一夕之间竟然成了科学园区的建地 农民哭泣呐喊却不知道苗栗县政府依法行政征收土地 为什么却要他们付出失去家人的代价 记者林前面秋福才台北报道